说出来感觉得丢人啊 新生机23号就开启了 这都27号了 我还没上网者 猪万恶的一摇哦 对面把夏洛特选了 眼下只能玩老头和吕布了 老头打夏洛特就算是打爸爸 还是玩吕布吧 对于夏洛特 你要说我老夫子的话 队友如果不帮你 待塔效的不完全 因为老头没续航 被摇扭一顿消耗后 就只有两个选择 回家但是大概率得掉塔 或者残血手塔 但是可能会被越 从而扔塔皆失 虽然说吕布线上也打不过夏洛特 装备起来了 夏洛特的威胁就没那么大了 而且啊夏洛特如果一直压线 是很容易被你队友抓的 这不我家火舞来了 切完线回去帮忙 感觉不用跳打 A打一下 复古魔 然后直接跳打 火舞再给扇子就杀了 哎火舞你怎么不给扇子啊 有减伤我伤害不够的呀 那的合计你上来就是看一眼的嘛 哎呀你这个抠角怪还被弄死了 我真是服了 搞半天你来夏洛 还送了一个人头啊 可能是因为我太猥琐了 夏洛特都不想尿我 直接跑上路支援去了 吕布前期就得这么玩 前期要是死多了 基本上就没后期了 差不多到了中期 夏洛特就交给打野 来中路支援 咱们单挑不强 打盘也是很强的 飞技能都交了能杀 来一刀复魔 近年来了不用跳打 大招CD是很长的 能省就省一下 中路还有个兵 跳打给他亲了 提顿 一转减商刮一刀 我刚刚要是跳打杀飞 那么这波中塔肯定就没了 打夏洛特 建议把平A剑抠掉就完事了 平A就是慢动作 直接出苍穹加背心 主要用一技能打输出就完事了 中后期三秒一个一技能 输出也是很高的 才八分钟 咱们一刀就1600了 等到了后期 一刀就3000 三秒一刀 那就非常恐怖了 这局我方有个鬼骨子 所以打他的话 咱们就让他先拉 他拉完我在跳打跟上 双重扣子简直完美 好我们鬼骨子上了 准备跟上 他奶奶的闪现拉 就拿到一个敌人结 人家还能解控 那这种就别跟了 跳到塔下就是在送 没有好的时机 跳过大就别跳 不然基本就是跳大落地成河 咱们先利用张飞复古膜 看看接下来怎么发展 CD好了再刮一刀 西哥顿拉扯一下 CD好了一刀刮三个 跳打规避伤害 大神对手张飞 再刮一刀敌人结 开启三秒减伤 队友跟上直接收割 没险没大可以撤了 夏洛特上了 那就再补一刀 拿下夏洛特 铝布团战就是这么打的 杨宜环还上 那就再刮一刀 奶奶的招货有大 还7-2 看来得补魔看了 打团的时候 铝布大招只要跳得好 那么打赢团战 其实很轻松 鬼谷子拉了 先附魔 对面想跑 开打留住 落地一刀再刮一刀 直接拿下飞 眼前一个人 也是带宰的羔羊 直接拿下 你们看 大招跳得好 团战谁愿赢 完了 夏牛来了 我肯定得死 闪现 他妈的我闪现干嘛呀 我逼死的呀 哎呀 我是个脑炭 金标铝布跟小国标铝布的差距在哪 差就差在细节上 你们看 团战还没打起来 我就被消耗到残血了 此时下落陷阱塔 我就不能跳大了 因为没血 跳大就是白给 所以这个高地只能被迫放弃 试想 如果我此时满血 那么下落高地肯定是能守住的 所以团战前记住 一定不要被消耗 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不经意的小细节 决定成败 你们看这波 虽然我方已经阵亡两人 但是因为有我在 对面想推这个高地 就愣是非常难 不玩直接跳大 先刮两个1900 一刀再刮一个1900 西哥顿下落陷阱 根本刮不动我 CD好了 再刮一个1900 西哥顿 再刮一个1900 CD又好了 再刮两个1900 张飞整下线到了能杀 直接一闪 那这是什么张飞呀 大臣还把我脸上跳 真的服了 你这样会显得我很2B的呀 最后一波弹的时候 又是被消耗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还贪了一个附魔 结果就是附导魔了 但是我也被带红的射手黏住 无奈被逼出了大招 没有大招的铝布 打疼的作用可以说非常小 接下来面对对面的压水晶 显得极为被动 本来我还想 说不定我们五个能拖到我大招CD好 但是我发现那根本不可能 等我再次加上血回来 队友已经全部积极了 虽然这把我是MVP 但是我失误其实也很多 无奈还是输掉了这主游戏 我又是全场别分第一 然后还输掉游戏 头 好